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总爱的吃力不讨好吗? 谈恋爱自以为是的为你好 其实只是自爽而已 人们常说,年纪越大呢 你便能看清楚爱情 但是你跟别人就是不一样 你越谈越多的恋爱 但是越谈越走心 每次走路关系之后呢 总是奋不顾身 不会计较那个付出 但是又是变成一头乐马 自己感觉很卖力的在谈恋爱 很卖力的在演独角戏 但是没有人回应 你有没有这个尽头 今天能好好聊聊这个主题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也要来分享一间特色咖啡厅 它叫做角公园咖啡 Triangle Garden Cafe 这间Triangle Garden Cafe 叫做角公园咖啡厅 它其实如果你有在搜寻 台北市一些不限时的餐厅的话 它就会在这个栏位里面 它整间的建筑物呢 是个老宅改建 整个厅区里面大概 maybe有二三十平的大小 然后它的窗台非常的辽阔 你可以看到整个太原路的街景 然后因为太原路上一楼都是卖一些什么水管啊 水电相关设备的店家 就蛮有趣的 它的风格就真的很古早味 这间就是很多SOHO族的最爱 因为它就是不限时 不限时应该是只有平日啦 六日的话应该是有限时间 而且它六日其实很常客嘛 因为它就是一个很适合跟朋友聊天的一个咖啡厅 怎么说呢 它们家的咖啡挺厉害的之外 最推荐是它们的茶饮料 它们的奶茶或是什么绿茶之类的 为什么呢 因为像我这次点的是在咸奶茶 它的咸奶茶就是可以 它有现泡的茶之外 它会直接泡一杯咸奶茶给你 然后因为它泡给你的时候 它是真的用茶叶泡的 所以它会再帮你冲第二回 那个茶叶就会帮你冲一杯乐茶给你 所以你整个端上来之后 你除了会有一杯咸奶茶之外 它连那个泡的那个茶叶的壶也会给你 所以你也可以再续壶 就可以再继续的添加 所以对于SOHO族来说 就非常的划算 虽然它那个set要200块 但是你回冲个两三次就非常回本 因为它不限时间 你就可以不停的在喝那个茶 我个人觉得就是很推荐给SOHO族 如果你真的要找一个 相对有特色的咖啡厅工作 那当然就是先撇出价格 因为像我本身应该也算是freelancer 就是会找一些平价的咖啡厅去 然后是安静的 我个人首选是路易莎 但是偶尔你想要找一些比较特色的话 这间就会是首选 那它除了咖啡之外 还有很多的甜点 什么松饼啊蛋糕啊 它有那种手工甜点 那它不定时会推出一些新的菜色 所以如果你去的话 你可以去点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甜点 就是可以尝尝鲜 那整体来说 我觉得这间角公园咖啡呢 它的评价其实蛮高的 高达4.5颗星 然后1000多则评论在Google上面 所以我个人觉得去的状态 不管是我有平日去过也有假日去过 假日去就是比较吵杂一点 因为可能去大家是真的在聊天 那如果是平日的话 相对安静 就是真的大家都去认真工作或读书 或就是真的拿一本书很惬意在那边喝个茶 但是我个人啊 就小小的一个bug 因为它现在夏天快到了 它夏天那边的阳光真的是蛮烈的 那加上因为它是老宅改建嘛 空间比较大一点 冷气可能不会像你想象中那么的强 所以温度上面可能不会到让你觉得很凉 很冷 大概20出头度没有 就大概明明我会是在28度左右 所以可能相对而言 如果你是比较怕热的 朋友们可能去那边就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或是位置的挑选不要做窗边 这是我个人的提醒 但是我整体来说 我觉得它是不限时咖啡厅里面 我个人觉得它算是就非常辽阔 而且很舒适的 因为它桌子跟桌子之间的空间是蛮大的 而且它每个桌子给你的位置也是很宽广 而且都有插座 它你可以打电话去定位 定位的时候它就问你说 请问你是有需要插座的位置吗 那如果你本身有带笔电 或是你需要充电的话 你可以跟它order 所以我个人会记得 就如果你要去之间可以先定位 那这间角公园咖啡呢 我会放到其实你应该的限动 24小时之后放到特色咖啡厅的栏位 然后大家可以按图索记去彩点一下 那讲到这里 还没有加IG的朋友们 赶快去加其实你应该的IG 上台能看到限动一些资讯哦 好啦回到今天的主题 总爱的吃力不讨好吗 谈恋爱你总是自以为是的为你好 其实只是自爽而已 第一点就是呢 请给他需要的 而不是你自己需要的 很多人会误判形式 在谈恋爱的时候呢 他觉得一些好吃 好用的东西 他就理当就是说 他应该会喜欢吧 就想要送给对方 他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吃 就要买给他吃 那或者是他认知某一些事情 比方说他做事有自己的SOP 但是他觉得这个SOP 这样的执行 这样很棒啊 那遇到这样同样的状况 他的对象 有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呢 他就会自作主张 自顾自的帮他做主意 或下决定 但是在爱情里面呢 你知道 你把这个事业上 所有你认为最好的物品 跟所有你认为 这样是你喜欢的关怀 全部给了对方 完全比不上 对方真心需要 而且想要的那个东西 举一个例子来说 你自己很喜欢吃 类似的香蕉蛋糕好了 你就想说蛋糕是世界上 最好吃的蛋糕 你就每次都买香蕉蛋糕 给他吃 但是你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他最喜欢吃的是草莓蛋糕 你知道 你就是误判行事 请给他 他需要跟他喜欢的东西 而不是你自己喜欢 你自己需要的东西 这个问题很多人会搞错方向 就会在谈恋的时候觉得说 你看我对他多好 他为什么就是完全感受不到我的爱 或是你自认在感情里面 你付出你自己所有的一切 做到老公 但是一样被嫌到一个不行 为什么会这么的吃力不讨好呢 因为你放错这种点 你给的东西是你自以为 说这个是好的 或是你自以为这样是棒的 但是不是他喜欢的 你是你自己喜欢 而这就是第一点 请给他需要的东西 而不是你觉得他需要 或是你自己需要的东西 现在第二点关于说 总爱的吃力不讨好吗 谈恋爱自以为是的 为你好 其实只是自爽而已 就是饿 过头的为你好 可能最终会走成 一个情绪勒索的状态 哪怕你自己心甘情愿的付出 你的给予 也是需要去衡量 那个人跟人之间的界限 有些东西你给太多了 反而去侵略到他的那个地盘 他的隐私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合理的付出 是宜人的体贴 就是你在那个 人跟人那个奋济范围内的付出 他会觉得你是个体贴 但是如果你过头的为你好 你侵犯到他的选择权 或者侵犯到他的那个隐私 或是你已经踩到他的点跟地雷的时候呢 给的太多 太满 太自以为是的时候 反而就容易造成对方的困扰跟负担 甚至对方如果最终 他因为这样 他就不会怀抱感恩 或是他完全没有回应的话 你还会觉得说 他怎么会这么过分 我付出这么多 怎么一句谢谢都不说 我做这么多 为什么你还要生气 为什么你还要美颂 因为你知道 过头了 你踩到那个边的地雷 或是你知道 我刚刚说的 你要去衡量那个界限 举例来说 有些决定 小致 比方点餐这件事情 有些情人可能觉得 我自以为 我很熟他 我知道他想吃什么 当然就是自顾自地帮他点餐 但是有些人对吃就很讲究 他就很在意 他可能一天吃不多 他一餐就是想吃 他想吃的 你就帮他点了一个 他不想吃的东西 他可能以前喜欢吃 可是现在此刻不一定喜欢吃 那你就做了这个决定之后 你知道 过头的为你好 或是你就点一些很健康的食物 有些人就会想说 我是你为了健康好 我帮你点一些健康餐 就不让你吃一些你想吃的东西 你可能觉得这是为你好 但是过头了 那可能就会衍生到极致 就会变成那种情绪勒索 他就会觉得说 我是为你好啊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呢 但是你知道 这种反而是有点另类的控制 这是第二点 加第三点关于说 总是爱得吃力不讨好嘛 谈恋爱自以为是的 为你好其实只是自爽而已 就是三 讨好无用 他觉得很重要才是关键 在感情里面呢 可能你知道 如果你的个性是那种讨好型人格的人 你就会觉得想借我讨好 对他好 来让他更爱你 或是借此来维系关系 但是我跟你说真的 不到点到位的付出 那终究只是你一厢情愿的自害而已 自认体贴过人的一些作为啊 就是你可能就是在送三餐啊 然后接送情啊 或是送一些很贵的礼物啊 我想对方如果不吃这套的话 你做再多的是多余的 那自以为是的 为他好的协助 有时候反而就是会造成所谓的反效果 你给的越多 不如给他真的需要的东西 而且你过多的讨好 他就是没有到点到位 就我说的你送他这些什么鲜花 但是对方根本就是一个 非常不在意这种花东西的人 但你送他一些很名贵的东西 但是对方是个很朴实的人 就是你送错方向 哪怕你自以为就是很有心 你感动了自己 但你感动不了对方 所以他不需要的付出 终究只是没有效益的讨好 那不仅没有用 他是劳民伤财又被嫌 然后你又自己觉得说 怎么做这么多 最后没有得到对等的回应 你就觉得自己很自讨没趣 而最后第三点 讨好无用 他觉得很重要才是关键 接下来第四点关于说 爱的总是吃力不讨好吗 谈恋爱的自以为是为你好 其实只是自爽而已 就是死 你要去明白 付出不一定会得到对等的回馈 这个重点 有些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他一投入 他就会全身投入 他就奋不顾身 他会不计任何的代价 他爱上了 他就付出自己的所有 但是许多人的确会为了爱而 就是自愿付出 但问题在于 他们付出后 我觉得人 再怎么讲 终究都还是以自己的观点 自己的立场 说到一个比较急 就是自私 所以他还是会期盼说 我做这么多 你至少给我点回馈吧 当然大家都说 真的爱是不求回报的 但是我觉得人 你知道 你要做到不求回报 那真的是很到圣人的地步 除非是那种父母对子女 你知道 比较有可能 情人之间 我觉得或多或少 你今天 你每天就是请他 吃东西 请他帮他吃东西 你总会期待说 你总有一天 你请我 回请我个一次吧 你只会有这种心态出现 你不可能 无限期的就是都你请 但撇除你是个 亿万富翁啦 但是我觉得一般人来说 都会期待那是个 对等的关系 对等的回馈 但现实是 你若心甘情愿的给予 就真的 不要去强迫别人来感激你 我觉得 那这个就回归到刚刚的重点了 所以你的付出 在付出的时候 你就要去思考到 我是不是心里会有一丝期待 说我请客这么多次 我会期待他回请一次 如果你有这个心态的话 那就告诉自己 不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可能会失望 你懂吗 或者是你在感情里面你付出很多 但你就会觉得说 我其实不求回报 但是你内心感能够小声音 但如果那个小声音出来的时候 你就要告诉提醒自己说 如果我没有办法做到百分之百 就是可以完全不在乎别人的回馈 就是我付出一百分的爱 但是他只给我十分 我这样也OK的话 那就继续keep going 但是如果你会在意一点 就是feedback 你会想要对等的话 那就会建议你不要 就是这么的套心套肺的付出 因为你可能会自己受伤 因为你自己会觉得不公平 而这个不公平 它会在心里面慢慢地滋身 就是慢慢地影响你的心态 那就会到后面变成是委屈了 所以当人的付出有了目的 有了期待之后呢 最终就很可能会流于所谓的失望 或自觉委屈 所以你要认清一件事情 你可以就是付出 但是你付出呢 你就要去明白一个现实 就是你现在做任何事情 不一定会得到对等的回报 如果你有这个意识的话 那你就可以比较能够清楚 当之后你得不到任何东西的时候 你可能就比较能够释然 就觉得说OK 这个我其实早有预测 那如果你自己是那种 很容易在意 那个我给你五分的爱 你就要给我五分的爱 或是我付出你十分的对等的金钱 你就要给我十分对等的金钱的话 那就会建议你可能在付出之前 你自己要去衡量一下 才能够降低那个失望值 而这是第四点 才不会最终变成是 你都爱得很吃力不讨好 好了今天就分享了四点关于说 总是爱得吃力不讨好 谈恋爱使得自以为的为你好 其实只是自爽而已 在此提供给你做参考 最后还是要说 如果对今天的议题 你有任何意见和看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不管此刻你收听的是哪个平台 快去按赞订阅 如果你是厂商的话呢 在咨询栏会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叫我IG私讯跟我联系 最后关于说 如果你是用Spotify 或是用Apple Podcast收听的朋友呢 快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你的故事 或是想提出的疑难杂症 我都会去看哦 好啦 这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